现场跟广播一样都这么嗨哦 你就是一个这么嗨的人哦 好了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开直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 男神卡卡 卡卡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哈喽大家好 而且今天呢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在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开直播 是因为卡卡要跟我同框 今天是卡卡的生日 刚刚好卡卡生日快乐 Thank you 谢谢 那我要讲一句话了 什么话 各位听众朋友们 这个王瑞瑶呢 他刚刚欺负了一个外国人 要投诉他 等一下卡卡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听众朋友你们追上直播 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快点你赶快问我 你知道我几岁吗 卡卡居然说 卡卡说你知道我今天几岁吗 因为他今天生日刚刚好 今天的生日刚刚好 这是比较重要的生日 刚刚好 我过一个零哦 而且卡卡给我的提示是他过一个零 我说六十吗 欺负外国人 听众朋友有上直播看到卡卡的脸吗 我所言不虚啊 什么所言不虚 你言很虚啊 言很虚 我明明是嫌的比较年轻 哎呦 对啊卡卡很棒 卡卡今天过生日 卡卡是一个整数 卡卡是五十 真的 大寿 中国人五十算大寿嘛 其实不算 六十才要算大寿 对对对 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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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卡卡很妙哦 卡卡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 他跟立文讲说 嗯 我要介绍Christmas 过以后他说 嗯 我要介绍我的生日 其实我在之前 我跟那个立文讲 我要那个 带蛋糕来 嗯 嗯 然后后来就说要那个 讲Christmas 我们要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哪个时间呢 他告诉我十八 哦 OK 他会跟你讲的 就没有啊 他写在这里啊 所以你给我代班的时候 你不知道 有有有有 哈哈哈 他给我代班好多次 卡卡今天生日快乐 大家祝卡卡生日快乐哦 卡卡今天要带来 他生日吃的东西 其实我应该带我的那个 我的礼物呢 什么礼物 就是那个 颜柯夫给我画的一个 诶 你怎么没带啊 你老婆有 有给你礼物吗 五十小寿 其实我 五十小寿 其实我老婆本来今天要跟我一起来 啊 人呢 他昨天反胃 那个胃不舒服到半夜 所以他那个 他有了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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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喜灵人 我也回卡卡双喜灵人 诶 我们六十岁不能生咯 谁说的 你五十 而且听众朋友 大家看哦 他现在拥有全台湾最流行的髮型 韩国瑜 你怎么知道我在学 我在学韩文呢 不是 他现在拥有全台湾最流行的髮型 你看大家都在讲卡卡生日快乐哦 等一下卡卡会给大家看他生日的时候要吃什么 没有没有 那个昨天我跟老婆去加乐福 嗯 然后我说老婆你今天只是一个钱包 你可以移动的钱包 移动的钱包 我就 我就去选东西 选这个选那个 然后就最后就请他付钱 基本上来讲卡卡是好的啦 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生日保湿富士移动的钱包 那我就会带他去Tiffany 卡帖 会带他去Chanel 会带他去Gucci 绝对不是去加乐福 加乐福的单价太低了 因为喜欢吃了 而且知道今天你有来这里 所以一定要买吃的东西 对啊 你看 他说 刘德华五十多岁才生小孩 卡卡可以拼一个 可以吗 No 虽然刘德华是我的偶像 但是No 卡卡你不喜欢小孩 我学的第一首 那个中文歌是刘德华唱的 那个《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哦真的哦 这个更早一点 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让他天唱地久 你六十岁 哈哈哈 听到六十岁的时候 脸色都变了 卡卡脸色大变 因为我在广播里面 不能三字巾啊 我这个话一定要讲 他刚刚其实有讲三字巾 干骄我 气炸了 五十 五十 真的 所以卡卡你比我小哦 你几岁 We don't want to know We don't want to know 他不知道 卡卡比我小 是哦 对啊 哇 卡卡 卡卡原来五十哦 那卡卡 你的丈母娘 有要给你过生日吗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有吗 因为通常 女婿过生日的时候 丈母娘 会想要帮女婿过生日 OK 帮你煮个猪脚面线啊 你敢吃猪脚吗 当然 我多喜欢吃 我们法国人一坨猪 从耳朵到尾巴都吃 尾巴都吃 尾巴都吃 对啊 法国有一个餐厅 二十四个小时开着 是做猪脚的 好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卡卡过生日 今天刚好邀请卡卡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而且呢 卡卡今天呢 为了要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要介绍法国人生日要吃什么 好 刚刚才在跟卡卡聊天 卡卡说她昨天带着她的行动钱包 去了加勒府 我说我如果生日的话 我会带着我们家行动钱包 保湿副去百货公司 Chanel啊 Cartier啊 Tiffany啊 可是卡卡不是 卡卡都是Baget啊 巴特啊 那你要知道我要买的第一个东西吗 好 开始 开始开始 白酒一瓶 这个白酒呢 是蛮特别的 我们先那个讲景语 先讲景语 对对对 因为还没满18岁 就很可惜不能喝酒 我以为你会拿香槟出来给我喝 没有 因为这个酒其实是我们先喝一点点 然后这个红色的 旁边有红色的包包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今天在搞神秘 他其实今天背了一大袋东西在搞神秘 他都不让我看到 我今天也要解开一个米 嗯 一个误会啦 因为很多人误会一个 就是这个酒可以搭配的东西 然后今天我会正式跟你们讲 应该是怎么搭配 好 这是Soutain 对不对 先买一个罐子 没错 Soutain Soutain 是所谓的贵妇白葡萄酒 不是贵妇啊 是贵妇啊 贵妇 贵妇就是葡萄还在树上的时候经过了冰霜 对不对 对 开始已经脱水 不是不是 那是冰酒 哦 那是冰酒 那贵妇是怎么 好香哦 就是那葡萄收到有一个细菌 让这个葡萄腐烂 那这个细菌它会把葡萄的甜的糖 葡萄糖转换成酒精 嗯 所以这个葡萄里面本来开始有点酒精了 贵妇的腐是腐烂的腐 对 贵妇 因为有人写 豆腐的腐 对有人写贵妇 有人写福气的腐 还有我很少看到Soutain的这个酒这么大瓶啊 通常Soutain的酒比较小瓶啊 这个是超级这个超级的 气比值非常高的一个Soutain 因为Soutain是贵的酒 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要等最后的时候 那个葡萄快要腐烂的 所以要用人工这个 去摘 在葡萄 所以它是烂烂的吗 对 而且这个酒是比较贵 所以你能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这个Soutain是蛮的难得的 好我们还没有讲锦语 我先讲锦语哈 我讲了我讲了 你讲了 你哪里有讲 我讲18岁那个 你没满18岁不能喝酒啊 还有啦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前一阵子才看到一个新闻报道 我们其实喝酒开车 肇事的情况并没有减少 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哈 我们在这里分享品味分享生活不是叫你烂醉 也不是叫你喝到人事不知还要硬要开车 一定要改正这个习惯 千万不要伤害别人 没错 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呢跟大家介绍Soutain的这个酒怎么拼 S-A-U-T-E-R-N-E-S Soutain 所以你再念一次给我听 Soutain Soutain 所以我都只念三分之二 我都念Soutain就结束了 对可以啦没关系 Soutain 对 好 那为什么会现在把这一瓶拿出来是因为法国人庆祝东西就喜欢喝一点酒 所以你要庆祝我的生日的话要喝一口这个好酒 要唱一那个因为刚刚不是那个生日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所以这个是比香槟还适合吗 好 就最搭配这个酒的一个食物是鵝肝 对鵝肝 对 这个就是专门搭配 就是你去餐厅 你吃鵝肝酱或者是鵝肝或者是什么 就搭配这个甜的白泡泡酒 还有啦Soutain Soutain还有搭配甜点 对没错 对不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甜嘛 而且其实我记得以前早期的时候Soutain 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人讲说哎呀甜点都已经这么甜了 还要喝甜酒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酒虽然甜的 但是它有一点点酸 有酸度的 它不是完全是甜的 而且它颜色好美哦 很漂亮 颜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刚刚卡卡讲说这瓶很超值 因为我通常看到了Soutain都是比较小瓶的啦 价格其实比较昂贵 对不对 没错 好 卡卡搬了好多东西了 我要继续 因为需要一点时间了 这个东西 她要做她的生日生日大餐给我看 因为那个芽芽找我去上次的节目 知道是我的生日 我就想要做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好 哎我们快要那个 我们快要进广告了 一分钟 可以准备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法国中南部 那个我的家乡阿威龙的一个传统的菜 这是马铃薯加起 台湾人没有吃过的 对 你也肯定没有吃过 可是这个可以就这样 这是粉啊 卡卡 卡卡还带了热水来 没错 这个是马铃薯起司粉 诶 这个就是佳乐福 他们你知道 就是说 我记得是厚布匣监制的东西 对不对 厚布匣监制的这个品牌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是原来我们中南部山上的 穷人吃的一个很有营养的菜 但起司很便宜 因为马铃薯加这个起司 而且呢 卡卡今天是锅碗瓢盆都带进来了 看哦 什么都有 连我布 我布都带到节目现场 还有我们这个阿威龙的这个传统的刀 哦 我知道 法国男人的一把刀 对 法国男人身上都要有一把刀哦 今天要带的是好刀 休息一下再回来 他今天带 我要给大家看 他今天带的这个是有 有苍蝇的 有没有 这是苍蝇的 有没有 我问你这是苍蝇还是蜜蜂 这个是蜜蜂的食物 卡卡这是苍蝇还是蜜蜂 这是蜜蜂 蜜蜂 听起来比较好听 哦还好 我已经喝完了 哈哈 看哦 这个刀的特色就是 这边有一只昆虫 又像是苍蝇 又像是蜜蜂 这把刀非常有名 而且今天卡卡带的这把 比上次生锈的那把好 这个是 对 法国男人身上都要有 一把折疊的刀 也是很经典的 对 上次生锈的那把也是很经典的 这个是全手工 这个是一个 你手走开了 我等一下把你的手弄断了 你看 法国男人身上都要一把折疊 而且你这是牛骨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这是牛骨 这把刀多少钱 呃 两百欧 我跟你讲 这把刀放在身上好好用 可以切面包 可以切起司 可以切任何东西 原则上是 在法国是不能放在那个身上 身上 那放哪里 因为它这里它超过这个手 哦 等于如果你 可以堵掉 对 就会那个相当的内脏 那可是这要放在哪里 小的可以 这个可以 放在家里 来给大家 它又超过那个手 来给卡卡 卡卡给大家看 卡卡你知道很 很安全 这个超过不能放在身上 要小的才能够放在身上 大家都在讲卡卡生日快乐 好卡卡你赶快 广告的时候赶快来做 我再喝一点酒 我感冒了 我要喝酒杀菌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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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面就是 爱喝就爱喝 还喝酒杀菌 马铃薯粉加cheese 这已经准备好的一个 你看一下 因为你会描述的比较 诶 诶 闻起来 诶 它其实就是粉末啦 有没有 好来卡卡 先把它 这么简单 你没有吃马铃薯泥那么简单 等一下 没有想要马铃薯泥这么简单 卡卡在教大家做马铃薯泥耶 马铃薯泥 马铃薯泥是那个 连这个最灯密的都可以做的 很简单 那这个帮我拿一下 好 这个是 那个鲜奶油 鲜奶油 这个鲜奶油 你看哦 就这么简单 他买了一个鲜奶油 这个鲜奶油 因为要加一点热 所以我先跟水混在一起 好 我们要放先那个半公升的水和鲜奶油 卡卡今天好像要来拌加加酒 因为这个菜是非常容易做的 所以我赶在这里来做 诶这是牛奶 没有鲜奶油和水 鲜奶油和水 来了来了 你来负责 来了来了 等一下 一提一提 我喜欢鲜奶油 这个是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男神卡卡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而且直接开直播 因为男神卡卡今天刚好50岁 生日快乐 小瘦 小瘦 而且男神卡卡现在在现场带来了锅碗瓢盆 要给大家坐在现场 要示范法国人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一个食物 其实是我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一个食物 是卡卡生日一定要吃 卡卡你说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法国中南部一个叫做阿威隆省 阿威隆省 卡卡现在把鲜奶油加水加热对不对 然后现在你在里面放了胡椒粉吗 综合胡椒粉 然后再把这个 呃刚刚我们刚才拆开来的这个 马铃薯粉加起司的这个粉倒在里面 诶卡卡你这样就可以做出我在高级餐厅 法国高级餐厅吃的薯泥了吗 所以你就知道在那里的高级餐厅有时候 就是 它的margin就很好做了 来 因为呢今天有开直播 现在直播都照着我们两个人脸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卡卡现在在调制的这个薯泥 这个水 鲜奶油 和这个 这个胡椒粉 然后就是要拌 要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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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现在就是还没有完全的 它 那个 就是吃一个糊 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均匀的一个糊 第一就是因为它是马铃薯泥 马铃薯粉 另外就是因为里面有加这个cheese 所以cheese要融化 cheese融化之后 它就会开始这样的 诶我都不知道可以这么简单诶 因为呢我有看过 大家知道吗 猴富熊的餐厅 在做这个马铃薯泥 猴富熊的餐厅最有名的就是马铃薯泥 它这个马铃薯泥 你要分很多次加奶油进去 然后要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可是没有想到卡卡在这里居然 你就这样子好像在调一个面糊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这边还有热水 没有 够了够了 可以了 够了 因为等这个cheese融化之后 原则上它就会 就我有点怕这个水不够不够不够热 他怕不够热 卡卡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薯泥 因为我喜欢薯泥和cheese的味道在一起 而且它又是 又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菜 我闻到了 我闻到了马铃薯的味道了 刚刚还没有 刚刚还没有 它现在越来越搅拌 越来越 等一下 你越来越搅拌 我发现追上直播的人数乘以二了 真的 拍人没有人看 拍薯泥有人看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下薯泥 因为卡卡今天很妙 卡卡今天带来了碗瓢盆 要来示范发 我家常料理 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讲这个美食 对不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chef 大家很好吃很好吃 就是很少有人在现场在做 而且没有想到那么简单 就是马铃薯粉 马铃薯粉 它自己有混好的起司的配方 你知道我菜一年带了什么吗 带什么 你不是我婚礼的时候 有送给我一个火锅吗 我差一点带过来 在现场给你做火锅 后来觉得 我已经太复杂了 有人讲说卡卡是亚维农人吗 对 不是 这个翻译是亚维农 现在只有阿威龙三个字吗 我都找不到阿威龙的 哦 阿威龙啊 就是 前面有一个 是不是 的 就是来自于的意思 的 来自 第一撇是来自 是from的意思 对 的阿威龙 阿威龙 可以哦 他没有那个 大家会不会 阿威龙 他还不是完全 已经 勾勾阿 已经可以拉 有一种拉似 但是他还不是那个 还不是 因为可能 这个刚刚那个水 有一根不够 不够 不够热 等一下卡卡 你看这个 有有有有有有有 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追上直播 我就知道王二雅在游什么 卡卡在拉薯泥给我吃 真的是拉薯泥 就是我用一个 一个那个 拉薯泥 就叫什么 一个叉子 一个叉子 来拌那个 这个马铃薯加起司 对很特色的一个菜 我就在看卡卡怎么带 两个中国碗来干什么呢 看 哎 真的是薯泥状耶 对啊 等一下卡卡 可是你有加很多 butter在里面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加 就是呢 鲜奶油就是有butter的作用嘛 哦 哎 好玩好玩好玩 来 因为呢 下一个节目会觉得这个studio很香哦 下一个节目会觉得我们这个现场 又有起司的味道 又有butter的味道 来给大家看卡卡生日一定要吃的 你有三分钟 可以给我们描述这个 这个 马铃薯你加起司的味道 卡卡 你要讲话了 我要咳嗽了 哦 那个鲜奶油咳嗽所以我要讲话 呃 接下来呢 因为 今天其实我在节目里面就是满足自己 当然我也尽量满足你们也满足鲜奶油 所以我除了这个满婴薯家 cheese之外 我也买了很多cheese 你喜欢吃cheese吗鲜奶油 他在旁边咳嗽 不过我觉得呢他听到cheese 那咳嗽很快就会好了 哎呦真的是很严重哦 对啊 因为呢听众朋友知道我从西班牙回来咳嗽都没有好 好 这个 卡卡等一下 卡卡你先收起来了 你还没有描述那个 那个 那个 卡卡卡 刚刚很坏 卡卡说我带了一整袋臭臭的东西 你有闻到吗 对 他现在把拉链拉开来 我有闻到 可是我还没有吃薯泥呀 卡卡 嗯 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薯泥 诶 好薯泥哦 哈哈 他好像小朋友在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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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卡卡要为我吃薯泥 诶 卡卡 其实他就是薯泥呀 怎么样 你不觉得有cheese的味道吗 而且没有想到这个其实是用薯泥粉 用粉就可以加热水 加上鲜奶油 就可以把它打成这样子 嗯 嗯 卡卡你还没有告诉大家 嗯 嗯 这个会黏 这个会黏 卡卡你还没有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像小孩一样 生日要吃薯泥呢 因为 有人说我六十岁嘛 哈哈哈哈 不是 所以我尽量把我的这个年龄 拉下来 你知道吗 不是嘛 为什么要吃薯泥呢 我喜欢啊 其实在台湾找到这个 这个叫阿里哥 他还没讲的名字 阿里哥 阿里哥 这里 阿里哥 阿里哥 还有二十秒 这个是品名 这个是来自哪一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是品名 这个是来自哪一个地方 阿里哥 所以并不是你妈妈每次生日的时候都敷衍你 用那个马铃薯粉给你打薯泥 不是这样子 没有 不是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蛮好吃的 很好吃啊 哈哈哈哈 其实蛮好吃的耶 听众朋友 而且好方便喔 我上次去佳乐福 看到这个 我一下子全部都少光 少光吗 这一包多少钱 也不贵啊 他说那个一百 一百三十五还是多少 不贵喔 所以后来我跟何墨征 我说赶快再进来这个货 太好了 何墨征调去一个地方做店长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何墨征现在不是公关了 不是公关头了 对阿 何墨征现在去了中和店 是吗 去中和店做店长 我记得 对 中和店是我的地盘啊 嗯 我查一下他在哪里我跟你说 怎么样 这个蛮好吃的吧 好吃 其实而且好快速喔 很快 对阿对阿 等于过生日很快 好吃阿 第二天 放在一个盘子上 上面塞一件起司 然后就烤炉 嗯 它上面就变脆 里面就是继续是那个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可以把它变成其他的菜 就第二天如果有剩的话 如果有剩的话可以焗烤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起司 非常好 嗯 再给我再一点酒可以吗 可以阿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喔 对没错 不可以开玩笑喔 我没有车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酒后肇事率都没有掉下来这件事 让人家看了很沮丧 难道一定要重罚才有用啊 嗯 对不对 嗯 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这袋臭起司 还有这个 所以 这个 等一下就告诉你啊 他都把它拿走不让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只有 只有那个两个阶段 对啊 我们还有两个阶段 那我们开始吧 好不好 好啊那你拿出来 这个是 你吃过的 登登登登登 这是什么啊 我吃过什么 这个你吃过啊 就是也是那个米其林餐厅 会给你吃的 登登登登 你看 卡卡居然过生日去买了一堆起司 华国郎 华国郎就是华国郎 没错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喜欢的 喂 喂 好 我讲一下 你还没有啊 节目还没开始啊 等一下 有人叫你赶快介绍臭起司 不要紧张 这两个大家经常会弄错 对不对 所以我就带这两个身做一个比较 这两个经常会弄错 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有白萝卜 生白萝卜汁的味道 不要说我会这样形容 你有吃过那个辛辣的生白萝卜吗 有有当然 会经常搞错 是吗 对啊 这两个 卡卡特别带这两个来 其实你刚刚那个 你咳嗽可能是那个酒 因为它很甜的 不是 我咳嗽是因为 你一直在做鼠尼 一直让我讲话 我刚刚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一下子 是我的说 欺负外国人 今天真的欺负得够了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这一集是王瑞瑶欺负男神卡卡 我是60岁的这个饭过老头 卡卡今天50岁生日 大家给他庆祝生日快乐 卡卡今天还带来了他生日 他喜欢吃的食物 刚刚呢我们在上一阶段呢 用马铃薯粉 马铃薯加起司粉 加热水跟鲜奶油 调制出马铃薯泥 已经造成大轰动了 卡卡呢 又拎了一袋小红包 这个小红包打开来 里面有四款起司 卡卡说 有臭味哦 这个小红袋了 因为人家会误会 小红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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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卡卡还故意带了两款 一个是布里 对不对 对 对 另外一个是common bear 这两个大家经常会搞混 可是卡卡我总觉得 你看卡卡现在在用法国男人的这把刀 在切面包 法国男人的这把刀 法国男人的这把刀 卡卡你在讲这把刀的地名是什么 那个也是阿贝宏啊 阿贝宏最有名的一个小城市 叫做Laiola 怎么念Laiola 对啊 大家都讲Laiola L-A-G-I-O-L-E Laiola 原来他是在阿贝宏 就是卡卡的家乡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我带了这两个 是因为一直就是大家搞错了 搞不清楚 这个是Normandie的cheese Camembert 有一个城市叫Camembert OK 这个是巴黎附近 就是在巴黎和香槟中间的一个小镇 的一个cheese叫Brie 他们叫布里 对不对 看起来很像 而且有一些品牌在关口里面的一些cheese Camembert和Brie的味道差不多 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要不要那个快速 快速 吃一口 好 他今天他过生日 然后来挑战 来考验我 第一这个Camembert是圆形的 OK Brie就是也是圆形的 Brie的圆形是很大 所以他后来他那个接传一块一块的 我今天没有把镜头转正 有听众朋友说那个镜头的品牌是歪的 是反过来的 我们下一个主持人要曼你 对不起 等一下 卡卡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面包上给我吃 你知道要这样吃 而且原则上是不能土 一定要放在上面 为什么 好大一块 而且是有点臭 我今天忘了把镜头转正了 我的听众朋友对不起 诶 就是他啊 Camembert喝起来有一个 深白萝卜汁的味道 我赶快把它送回去 所以卡卡我要大口吃吗 对 为什么要大 为什么你要被骂 因为下一个主持人 不会啦 下一个主持人是那个 韵芬姐 韵芬姐也是爱吃鬼 啊是吗 对啊 那卡卡你是希望我现在咬下去吗 对 都不要涂哦 等一下跟我们讲这个区别在哪里 一个Brie 一个Camembert 好 来 卡卡给我一边一个 其实两个长得都很像 外面都有白霉 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一直要我配面包呢 因为起司一定要配面包 不能这样吃哦 其实最好是在面包上面先涂一点奶油 再放那个起司上去 然后如果在Normandie的话 Normandie的人有可能还会加一点鲜奶油上去 哦 所以等于是吃起司并不是干干的拿起来一片片吃哦 所以三个东西都是牛奶做的 嗯 你可以想一想 口感就是 奶油 起司再加上鲜奶油的口感是很特别 很丰富 很豐富 哎 慘了 我今天吃这两个怎么那么没有感觉呢 我觉得第一个Camembert味道比较重 是吧 对不对 对 那个是比较重 Bri是比较比较 怎么讲 可以说是全世界这个法国之外 那个我们所谓外国人 就是法国人讲外国人 这个吃起司入门款 就是Bri 而且其实卡卡你好奇怪 你没有帮我削皮耶 嗯 我们不削皮 起司不用削皮 我告诉你如果有个人削皮 我会剪他的皮来吃 哈哈 你会骂他 因为味道非常好 嗯 嗯 我们下 接下来下一个 他拿发霉的给我吃 这个是Blue Cheese 那个 蓝起司 也是阿贝红的 这个叫罗克福起司 全世界最有名的起司之一 是三大蓝莓起司之一 对不对 那个两千年之前 罗马人到法国 发现这个起司很喜欢 有记载说这个 我先近拍给大家看 因为今天有开直播 你看他长霉都长到里面 有没有 而且这个霉就是那个 那个很深色的这种 好像海苔酱混在里面的感觉 我其实是最近几年 才慢慢接受Blue Cheese 那我 我刚刚不是说要解开一个米吗 嗯 很多人以为吃起司一定要配红酒 对 其实吃起司要配这个酒 那个甜白酒 你试试看 特别是我们下次吃这个 这个蓝起司 我觉得每次我去参加 餐酒会尤其是有一段时间 他们餐酒会都只提供起司 我自己吃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胃酸融入 你看 等一下等一下 卡卡你很过分耶 卡卡刚刚的那个 还有三天 卡芒贝尔跟布里他都不吃 他只有吃这个 等一下我会带回家自己吃啊 你放心 Blue Cheese 不是因为这个Blue Cheese 它那个开了之后一定要吃完 它没有包装的 这个包装不好用 真的喔 原来这样才能保鲜对不对 对 好卡卡你先吃 味道很重耶 卡卡你要我一口吗 这是羊还是牛 吃羊 没错 喝两个耶 刚刚两个起司 Camembert和布里 都是牛 牛奶做的 这个是羊奶做的 喝一口 一口就 我觉得Blue Cheese 其实最好的就是 它闻起来味道很恐怖 可是吃在嘴里好甜喔 跟臭豆腐一样的 它有一个鲜甜感 一口酒 桂芙甜白酒 和这个Blue Cheese 是最绝配 最合的 哦 所以你才会讲说 有很多人认为 吃起司要配红酒 其实是一个错误 其实是一个错误 嗯 要配的是甜白酒 对不对 没错 奇怪 这个Blue Cheese 吃起来好像有味精在里面 你觉得吗 特别的鲜美 不会有味精 没有没有 跟刚刚的Camembert 跟刚刚的布里 其实不太一样 有一个特别鲜 嗯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喔 再给我一盐酒吧 Sorry 我们的带快朵一样 我们家立文要进来了 我们两个人在干嘛 我们两个知道立文跑进来 什么事 谢谢 卡卡吃成这样子 像卫生子 吃看 对对对 我们两个人 我有那个布 我用那个布 没关系 你放心 我不会擦在那个 我以为你要警告我 我以为你要警告我 嗯 好 哦 好好吃 哦 不是啊 不如起司一定要一鼓作气 然后憋着气 憋着气把它吃掉 嗯 有人问说可惜杯子不对 对啊 因为今天比较零食啊 卡卡上次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带香槟 还带香槟杯 还带香槟杯 其实我本来是可以的 我有那个塑胶的那个比较好的杯子 对啊 你看 我要不要趁着现在广播把镜头转正啊 算了 不要 我不要转正 倒要转坏了 倒要转坏 还有啦 卡卡呢 是法国人 卡卡其实很推荐加勒福 因为加勒福里面有卡卡 有卡卡 有卡卡法国人喜欢的东西 没错 所以等于是卡卡 他会做这么小包装 也是因为一次就要吃完 对不对 你看 对 因为他不能再保存了 你一买就是就要买了 嗯 而且卡卡 我听说最近起司有涨价 是吧 有可能 所以他是这样子包 有没有 一次一份量 有没有 一次一份量 好舒服啊 卡卡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起司 对不对 没有 这两个不是吗 但是没有 这个就算了 还有最后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最后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好 那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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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不知道弄什么宝贝给我看 这谁送给你的 不能开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真是 他真是还送我东西 好好笑喔 卡卡 不能开啊 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偷偷给大家看一下喔 有沒有 哈 卡卡太好玩了 嗯 喔 手电这样子喝 好好喝喔 I know 没有讲手电配起司好好喝喔 什么起司搭配 那个贵妇白酒 而且应该没有 欸 他说佳乐福的游风鸭腿不见了 真的还假的 对 鸭腿不见 为什么太贵了是不是 不是 最近好像没有 情流感 没有台湾的海关 情流感 有一些新的规定 情流感 没有没有没有 台湾的海关 所有的肉质品最近会减少的 他是情 他是两只脚 他不是四只脚 没有没有 四只脚不准进 所有的肉质品 真的喔 怎么会这样 没有没有 好 没事没事 我们等一下下一阶段 要给大家新的惊喜 新的惊喜喔 好臭 你所收听的是 庄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若瑶 今天邀请的贵宾 男神卡卡 刚刚好他今天 我是法国老头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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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五十岁生日 而且呢 男神卡卡很妙 他生日居然还给我 带礼物 好 可是等一下 听众朋友 会不会觉得王若瑶很没有礼貌呢 没有想到 卡卡生日 还要卡卡送王若瑶的礼物 其实我有准备一个蛋糕给他啦 没有吧 有 卡卡 你挡一下我去拿蛋糕 好好好 那就 那就 哎呦 卡卡 自己开蛋糕 快点 卡卡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我知道了 你要把我买给你的蛋糕打开来 因为这是我喜欢吃的口味 谢谢 来 卡卡 对啊 因为我特别 这个是一个巧克力 是巧克力吗 是的 巧克力和蓝莓 而且呢 我还故意我给卡卡买了一个 就是看起来卡卡会喜欢的巧克力蛋糕 很漂亮 我要给大家看 而且搭配我们这个贵妇白酒还不错 真的吗 可以搭配 而且卡卡你看 我没有要跟你抢着吃 因为只有一个叉子 我没有带两个叉子来 我带的是一个叉子 因为这个是一个慕斯 所以这个也OK 也可以用的 好 所以卡卡生日快乐 谢谢 其实也有一支蜡烛 可是我嫌那个蜡烛太老土 什么 这什么一个温号 不是 因为它那个蜡烛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色蜡烛 胖胖的那种红蜡烛 所以这个蛋糕 祝卡卡生日快乐 谢谢 你看我们很有礼貌 对 来包一个 耶 好 卡卡那给我带什么礼物 你看 他把我的蛋糕快速放回去 因为其实那个还有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礼物 对不对 因为看不出来啊 而且很重 告诉你这个是我们那个 诺曼迪的一个盒子 里面就是诺曼迪的糖果 哈 糖果 对 但是我把法国的三大糖果 那个 那个 放在里面 所以不只有诺曼迪 也有诺曼迪的 也有法国那个 普鲁王斯的糖果 牛家 牛 牛嘎糖 你自己看好了 等一下卡卡我问你 法国的三大糖果是什么糖果 你看这是Normandie的对不对 Normandie跟台北一样一直在下雨 所以这个上面的design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下雨 原来他这个四个面哈 很好玩 这个四个面是雨天 然后呢有一棵树 光已经掉的差不多 下一个面就是光秃秃的冬天 然后接下来呢是翠绿色的春天 然后呢非常茂盛的夏天 原来他是这样秋天就开始 Normandie就是下雨果了 所以等于是Normandie人 一年四季都穿着雨衣喔 我看这里面的人都是雨衣啊 这是一个笑话 对对对 好好笑喔 他春天还有长菇欸 还有蘑菇长出来 好好笑喔 打开打开打开 我打开来了 这个可爱的盆子里面有什么 好可爱 他四棵树摆在一起 好可爱 你这个是要真的要给我的吗 还是有做节目效果 我通过老婆的批准 送给你 他里面弄了综合糖 我好喜欢这个马口铁的盒子喔 很传统对不对 所以算是你的生日礼物可以吧 可以 我生日是三月 还没有到欸 我告诉你 这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牛家 牛嘎糖 一个是薄荷糖 另外一个是caramel caramel要怎么办 就是牛奶糖吧 牛奶糖 牛奶软糖 等一下卡卡我现在只找到两种糖 因为其实看它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有有有 三种糖 牛嘎糖大家都知道哈 因为牛嘎糖在台湾非常的流行 对 对不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叫牛嘎糖吗 牛 对 对 在那个中文牛家就是一个牛 没错 在法国就是几百年前的有一个法国南部有一个方言叫Occitant Aveyron也是讲Occitant 就是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意大利北部的 那个语言的名字对 对对对对 那他们叫Noga Noga就是杏仁 是讲杏仁的 Noga原来是杏仁喔 慢慢变成 因为它是用杏仁做的那个这个糖果嘛 所以变成这个杏仁糖果吧 然后就变成Noga 所以等于是牛嘎糖不能放花生 可以 可是它就不是牛嘎 牛嘎是杏仁啊 那就花生糕啊 哦花生 有没有原来是牛嘎Noga 是杏仁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法国南部普洛王斯 一个城市叫Montelimar 特产 对特产 从那里发明的 而且你看上面的有一层植 这层植是去教堂吃的那个植 糯米籍 对 可是问您是卡卡 在台湾的牛嘎糖 不一定有这层植啊 对没错 这是法国南部的一个特产 几百年都是这样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我们台湾其实有经过一些改良 你看有一层亮亮 上面有一层亮亮的糯米籍 有条纹的糯米籍 好接下来的这一颗 这个是lesBêtises de Cambrai 北部的我的妈妈的家乡 这个是薄荷 薄荷 这个糖吧 可是它是白色的 它原来是做另外一个叫Bêtise 这是一个 这是糖 用糖做的一个糖果 那后来有一次 不小心把这个薄荷掉进去 它变成这个薄荷糖 就一个美丽的错误 来 我们有一个头号粉丝 现在讲保师傅 好 我们现在现场的是男神卡卡 不是保师傅 保师傅 我们有一件像哦 是男神卡卡 所以是一不小心掉进去做成的薄荷牛奶糖 没错 薄荷还有牛奶糖 对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其实很妙哦 卡卡今天带来的这个是第三种糖 可是我看第三种糖有三种颜色 因为Normandie是牛奶之香 所以这个是牛奶软糖 牛奶软糖 很好吃 可是这三个 Izini 这个叫Izini Iz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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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elémar Cambray 一个是北部 一个是Normandie 西部 另外一个是南法 这个牛奶糖有不一样的口味吗 因为它的包装纸的颜色不一样 就是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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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卡卡我现在要吃 我要吃薄荷牛奶糖 这个我没有吃过 你好像只有 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 吃一颗糖 当然可以啦 那我吃一个软糖 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卡卡 因为为什么我会带这个软糖 这个糖果放到最后 因为法国人吃饭 到最后一定要吃甜的 哦 所以糖果也算甜点 对 当然 他不是软糖 他是硬糖 对啊 那个软糖是这个 你还好吧 如果现场直播 那个把他的那个 Krone 坏掉怎么办 金钟朋友们 有没有一个牙医 牙医师可以现在处理 他变我 那个王瑞亚 我觉得有点像 金葱糖 这个糖有拉过 他虽然是硬的 可是不是死硬 他是有点中空的一个质感 拉过的 没错 对 所以卡卡刚才说 我的牙会掉下来 我其实刚才咬下去 我自己嚇一跳 我说什么是硬邦邦 可是他不是很硬哦 他是我们喜欢 而且薄荷的味道好浓哦 对 对 法国小孩最喜欢吃三个糖果 法国小孩可以吃薄荷糖吗 当然哦 因为薄荷糖 对我来讲好难 糖是大人的糖 这个叫betease 我们有十秒钟 嗯 betease betease是做坏事 嗯 做坏事 时间到 拜拜 再一次见 哦 好吃哦 他不是牛奶糖 他是薄荷糖 不是牛奶糖 我刚刚没办法 对啊 这个是牛奶嘛 这个就是薄荷糖 这个就是糖 和杏仁糖 牛嘎糖 大家知道原来牛嘎 Nuga 原来是杏仁 Nuga 是杏仁 然后 这个 你知道 然后这个就是 硬的杏仁糖 可是呢 它虽然是硬的 可是它有拉过 很香的 我就讲说像我们吃的 金葱 然后呢 这个就是牛奶糖 我们最后 这才是软糖 有没有 好 卡卡教我们怎么念 牛奶软糖怎么念 这个Caramela 再一次 Caram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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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没有L Caramela L Caramela 然后 N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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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ga是杏仁糖 不是牛奶的意思 是杏仁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是薄荷硬糖 Betease Betease 就是做坏事 小朋友做坏事 Betease 真的吗 就是因为 是一个小朋友 他是老板的儿子 他在辣糖的时候 不小心把薄荷 掉进去 所以他去做坏事了 就变成是一个Betease 他不是使坏了 他是把事情做坏了 后来消费者非常喜欢 所以变成是一个美丽错误 哦 Betease 这边就有Betease 我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不过今天是反的 我们等一下会拍 Betease 翻过来就是 Betease 翻过来 你这不是倒过来吗 对啊 你跟他讲那个 Betease 不知道 他好好玩哦 好 这个盒子我接收了 这个盒子好可爱哦 我喜欢这个盒子 好太好了 我要把我的主宝 放在这个盒子 我要吃我的生日蛋糕 耶 等一下我们到外面吃吧 卡卡 等一下有事吗 还是一起吃吧 我等一下一点半要去听人讲 让卡卡来吃他的蛋糕 对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谢谢 今天卡卡给我装这个糖满道 装 戴不起来 等一下 好可爱哦 我以为他要给我偷拿两块 起来 可是我们已经吃了两块 可以了 卡卡 你看这个盒子好可爱 你看这个是诺曼蒂哦 看到这个就象征诺曼蒂的盒子 诺曼蒂下雨 一直在笑 诺曼蒂人很可怜的 因为一直在下雨 所以他都是穿那个下雨的雨衣的 我就讲说他春天还长菌菇 好好笑 等一下我来处理 因为他一直有一点 好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卡卡先跟大家讲再见 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我们先预祝那个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他今天本来要来讲圣诞节的 拜拜 我要他圣诞节之前再来 好 来得及吗 拜拜 拜拜